刘国梁也有苦衷,秦志简表态是拼赛选人,国拼四大天才或已失去信任,最近国拼对是拼赛大名单,闹得是沸沸扬扬,不少球迷纷纷不满龙王早,三位老将没入选的惨淡结果,甚至有人还质疑如此大换血的背后,是否存在着阴谋论等等。 事实上关于刘国梁想要推进,国拼新老交替的想法,大家也都理解,也是肯定支持的,但如此下猛要的将三人全都弃用,未免有点太过了吧,这已经不是给年轻人机会,让他们上位了,简直是在给他们制造压力,北上广三人组的影响我们都知道,如同定海神针一般,能在方方面面帮助到年轻人的成长。 这也是以往国拼队非常喜欢按照老中青,三代来排兵布阵的原因,那么这一次刘国梁为什么会这么做呢?背后又是否还牵扯到其他的事情呢? 首先想要说的是女队方面,刘诗文的争议其实并不大,主要是一些个球迷为他感到遗憾可惜,东京奥运会的推迟使得刘诗文提前进行了手术,却也因此失去了一路登顶的王者气势,被孙颖杀抢了单打名额无缘大满贯, 还因为混双丢尽的失利成为了所谓的罪人,眼看随着年龄的增长马上要面临退役,然而现在想要一个圆满落幕都难,为什么就不能给他和雪芯一个混双的名额呢? 又不是他俩的实力不够,事实上就混双而言,新闻组合仍旧是国内第一,世界顶尖,其次是男队方面,这是大家争吵最多的地方,雪芯马龙居然双双退出了,哲实是出乎了绝大多数人的意料, 因为男队啥情况当大家都不知道了,断断问题太严重了,尤其是对比一下女队,正值当打之年的陈梦,超级双星杀鱼二人,他们的三巨头太稳了,再加上两员汉将陈信同和王亦迪,如此阵容闭着眼都知道金牌我们稳了, 伊藤美城支流的只能一边玩去,甚至大概率打到最后,还是女队内部的竞争,可难对只有樊振东一支独秀,剩下的王楚清梁静坤林高远,以及周启豪四人,你不能说他们不行,只是他们真的能够承担这个重任吗? 恐怕没有人心里有底气吧,而由此这一点也可以看出,国平此次未必没有强行做新老交替的想法,主要原因或许就在于以上这四人, 甚至刘国梁等一众教练组已经快要,对他们失去信心了,不能指望着他们去抢班夺权,真正意义上的打出来,所以只好无奈出手了,关于这一点,秦志简也在接受采访时表态了,说这一次是拼赛的大名单,整体上就是为了,被战三年之后的巴黎奥运会拉开序幕,对于老队员主动退赛,表示理解并同意,他坦言奥运新周期,开始就面临单向式拼赛这样的大赛, 男队在男单赛场面临极大的挑战,未免压力陡然增大,队伍做好了年轻运动员交学费的准备,莫伟还特意强调了,磨练年轻运动员的大赛抗压能力,与担当势在必行,从秦志简的话语中,国民能够看出之所以做出如此大的准备和牺牲,刘国梁等一众教练组也是有苦衷的,他们也很头疼该如何选人,最终的衡量抉择必然也是非常慎重痛苦的,另外还透露出了, 对于许心与马龙太强势的无奈,许心双打之王的地位就不用多追溯了,直拍左手将太珍贵了,就目前而言你根本找不出一个替代的人,而马龙则更加绝,他的存在给了多少年轻小将巨大的压力,关键是现在的年轻小将还不争气,怎么也突破不了他,愿由他们与马龙去正面硬碰硬,最后的结果别说是抢班夺权了,恐怕自信心就被直接打崩了, 甚至联国拼下一代领军人物樊振东,都不一定能打过马龙,试想一下马龙若是真参加试拼赛了,万一就一路干到最后,再次打败樊振东夺冠了那咋办,那三年之后的奥运会你让不让他上,虽然球迷们大都很开心他能去,但是马龙现在可都已经33岁了,到了36岁不退一都不说,还力压群雄打到了奥运会,简直就是对于其他人赤裸裸的羞辱, 毕竟国内的乒乓球环境不比国外,像老波尔老瓦德那种的例子,几乎就出现不了,别以为马龙真的做不到,事实上他已经在东京奥运会上,打败了樊振东了,在全运会和拼抄联赛上也依旧撞开火爆,其他人真想跟他竞争真不那么容易,荒解怕就怕在马龙万一把樊振东给打出心理阴影了,那就真的完了,要知道根据马龙所说,只要还热爱他就会一直打,而为了能延长他的职业生涯, 马龙还专门做了更加系统的身体保养和规划,凭借着他那个越来越要的实力,说不定可以成为汤姆布雷迪,洛布朗詹姆斯那样的人物,届时那就有意思了,所以同意马龙退出,把机会让给其他年轻小将们,让他们赶紧打一打,把自己的信心培养起来太重要了,这可能也是刘国良等一众教练组,大刀阔斧的原因之一,值钱龙凹网三剑克能够,打掉二王一马上尉的精力,放在现如今的年轻小将, 可能并不适用,否则也不用这样为他们操心,保驾护航了,但若是这次他们再把握不住这个珍贵的机会,等到下一次马龙出山,那可能他们脱颖而出的希望就更小了。 今天的问题是,关于这次试拼赛的大名单,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吗?大家觉得刚刚获得了全国青年锦标赛,关亚军的像彭林诗动二人,会否弯道超车加入到巴黎周期的竞争中吗? 欢迎多多留言评论,喜欢本视频的话记得关注点赞哟。